那些消失在朋友圈的90后,大家还记得,朋友圈在什么时候上线吗? 最小的90后可能正疯狂长个儿,女生藏了小秘密,男生一学期下来,声音就变更成熟了。 今天,2019年的8月份,7年多过去,这些90后发现,朋友圈里的同龄人身影好像变少了。 自从毕业后,我就已经渐渐消失在朋友圈了。 以前上学的时候,男朋友工作,很不理解他为啥不发朋友圈,也很少看见我发的朋友圈,还为此争执过。 不过,现在,我懂了,而也有这么一群幸福的90后,他们虽然消失在朋友圈里,却有完整的情绪分享圈。 未必有一个人在所有方面都能志同道合,但如果有几个人分别在某一个领域与你契合,那就是最好的朋友圈。 宝贝